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云雾缭绕,群山环抱 我们准备回去了,回一次的哥尔摩,现在在打暴行李 今天的天气很不错哦 对,今天天气非常好 然后远山也看得很清楚 有的时候有一点点雾,但雾上就会敲散 我们来的四天都是什么天气啊 我们这几天都是下雨的天气 原来预报是两天雨两天雪 然后后来就改成了四天都是雨 不过相对来说我还是喜欢下雨比下大雪好 下大雪我怕陷在雪窝里 下雨,OK 也没影响我们的滑 出发了 要坐 出发 走 当我在国内时,从没想过将来会去学滑雪 由于这种惯性思维的影响 我们家即使已经来到瑞典好几年了 也没尝试过滑雪 直到这个圣诞假期才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的乐趣 学滑雪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 不断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 当习惯了一个级别的坡道后 就会有挑战更难级别的冲动 然后初学时的那种紧张兴奋埋头苦练 就再一次循环出现 失败后的反思与重新振作 成功后的欢欣鼓舞与信心倍增 共同构成了难忘的滑雪经历 前两天,有位美国网友看了我前几期的滑雪视频后 告诉我 他大学的同学滑雪时撞到树上 结果切出了脾脏 因为这个阴影造成他一直不敢去尝试滑雪 的确滑雪比许多运动都风险大一些 而且越是高手 越去挑战难度大的坡道 坡越陡速度越快 一旦失误后后果就越严重 像我这样的初学者 应该是没有机会撞到树的 那应该是红道和黑道的级别了吧 虽然水平越高挑战的危险越大 能力越强责任越大 但是人们还是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去迎接更大的挑战 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欲望 不断突破自身的局限 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新境界 也许正是这种不断提高自己 不断挑战自我的愿望 才是推动人类不断创造新产品 不断提高技术精益求精的原动力 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了滑雪 爱上了这种不断挑战自我 超越自我的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即使我已经看见赛山的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